Hello Hello 早晨,不是早晨,五安 都不是早晨,沒錯,五安 Sindy 你好 今天只是一節,我們一直講到33分 一節過 一節過 我們還有5分鐘 大概是20分開始 一直到33分,大概是13分鐘一節過 一節過13分鐘,你又改了 是的,因為要看廣告和節目安排 但是你知不知道上一次,我們很趕 那些人有很多問題出現 就是蘋果膠,他以為是蘋果醋 來洗米,一個問題是這樣 蘋果膠問到現在的人還在問 還有,就是你知不知道那些丁香 那些丁香現在搞到 你知道我的名字 你也知道我的名字是甚麼 但絕對不是耶穌 耶穌有四個人跟著他 寫四本書出來,那些人都咬到現在 我們一定要澄清,沒有搞到變成這樣 首先那個丁香,丁香是花的筆 所以如果用英文,究竟是infusion還是decoction infusion就是用葉浸在水裡 如果是木,樹木側浸在水裡 所以有infusion還是decoction 它屬於花是infusion 所以英文來說是infusion 那你怎樣呢,就要煲熱它 煲熱它,煲熱它之後 煲熱了它之後 因為熱殺菌 之後關了火,然後就等它凍下去 那段時間就好看你想抽多少出來 大概20克左右 但是之後你抽了些水出來 不是拿那些丁香一粒粒的丁香那些花 不是連著那些等到那個pre-gau 是要做了pre-gau分開了 現在又滴了 然後丁香就分開煲了它 但不是一直開著猛火煲 熱了它那一刻 之後有些人會冷一點 因為它的丁香肯定是乾淨 之後就等它慢慢降落 之後之後隔了一晚 它就倒出來 但沒有開著火的 沒有開著火的 很重要 然後那些水 加進那個pre-pactin的膠裡面 那個pre-gau 然後你煲它 pre-gau當你隔走了那些蘋果之後 然後先期不要按 很緊要不要按 有人按過 之後就烏你的蛋糕了 有些是重點 有些不是很重點 其實如果你不放那些丁香 下去那些蘋果pre-gau 當你煲它90分鐘的時候 變成膠 它都會變成膠 但是如果你想它有混合性 你就在某段時間要加進去 等等等等 等一下 還有兩分鐘左右 你這麼緊張 很害怕 現在你弄得我心跳又快了 不要緊張 我很快跟你說 有個問題 有位聽眾剛剛訊息過來的 他就問丁香 剛剛你現在說丁香 他問丁香鹽要洗 他說20克的份量 加半碗水煲滾 熄火 浸過夜 發現很多飄浮的小粒粒 是花粉還是蟲卵呢 這個問題你答不答 答不答 不知是什麼 不如先回答這個問題 然後你就說 這個聽眾說是丁香 你這樣就說不到菇類了 你十三個小時 不要緊要 我可以留下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吃過香港腳嗎 吃過什麼 香港腳 香港腳 當然不會吃 吃過芝士就吃過 但是香港腳 腳趾蠟 中間那些 跟那些菇 是同一個種類來的 平時那些冬菇 很噁心 是的 同一個 隨便組 放進口裡 所以是同一個 同一個 kingdom 所以這個 我一會問你 我覺得你這樣 是好的 就是這樣讓人慢一點 說吧 不用說完 還有 有些人 慢著 因為可能我們不夠時間 看看怎樣 不是 可以留下一次都行 還有三十秒 你留下 好 沒有問題 先搞定這個丁香 搞定 好好 慢點 慢點 他很緊張 不用這麼緊張 十三分鐘 什麼都壓下去 難怪搞到這樣 人們搞不清楚 蘋果膠還是蘋果醋 洗米 是蘋果醋洗米 還有是最後 不是拿了蘋果醋來洗米 是最後兩個湯匙 做到的份量 之前是浸水的 做那個洗米 或者我之前說 黑芝麻那些 開始了 好了 又到了周末吃碗麵的時間 我們節目還沒開始之前 已經有些聽眾有問題 所以問趙博士 所以趙博士 你的節目多快歡迎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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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聽不聽到 一直聽到你 沒有問題 是 電話出現的問題 聽不到趙博士 在這裡 沒有走到 聽到嗎 在這裡 一直在 一直在 一直都在 有沒有 你再說一下 我現在聽到 我一直聽到 沒有問題 聽著你說話 那我說了 Hello Sindy 你好 或者我們要再打多次 再打多次 你再打多次 這麼奇怪 一路的電話開著 我這裡沒有收到線 是他們那邊 等著它 打過來了 還沒響 現在響了 HELLO HELLO 在這裡 在這裡 再來 再來 好 幸好我們這裡一直下 對 聽到了 完全沒有問題 這裡 是啊 剛才可能 這個 接線方面有些問題 嗯 我們就開始今天這個 周末吃碗麵 有些聽眾馬上有問題 就想問你的 這個問題 都是較早前 大家提過的 這個丁香的問題 他就說 丁香雖然需要洗的 20克的份量 加半碗水 煲滾式火 浸過夜 就發現有很多飄浮的小粒粒 不知道這些是花粉 還是蟲卵 嗯 有很多時候 花粉蟲卵 什麼都有可能性 最重要的是 那些丁香 如果是有機的 其實你浸了它 如果有些東西走出來 你又拿走它 因為其實你主要 就是做一個 我的方法就是 一種叫做 好像Decotion 但因為它是一個 花丁 它是一個丁 來的 丁香 那個丁呢 就是有些東西走進去 那你其實在做一個 叫做Infusion 但因為它乾了 你要浸了它 那你洗去那些塵 一定要洗的 洗去那些塵 它走出來了 然後呢 你肯定那裡沒有東西了 那你那一下裡面 煮滾了些水之後 大概一碗仔 那些水 然後你就關火它 等它降落了少少 即不要在100度攝氏 等它降落少少 可以等一些丁香 在裡面 等它慢慢凍回來了 明白嗎 先洗了 然後做了這件事 然後那些丁香的水 那些叫做Infusion的水 那些水分 隔晚浸了之後 那些水 這是一個技術來的 那些水就可以 加進去蘋果的pre-膠 即是蘋果你現在隔了渣 記得不要按 按那些渣 之後那些渣 拿進去蘋果的pre-膠裡面 沒有結膠 但是pre-膠就會影響它 結膠的成功率 所以你一定不能按 不能按 然後那一下裡面 那些蘋果膠 在煲裡面 pre-膠 pre-膠在煲裡面 你就倒那些丁香的水 隔晚浸出來的水 大概一碗倒 你就碗仔好了 不是很多的 然後20克的丁香 然後你倒在裡面 有些人是這樣 另外有些人就是 等到大概去到 大概去到四 總共煲90分鐘的蘋果膠 但是有些人去到差不多 30分鐘才下那些 那些丁香的水 那為什麼呢 不是很重要 這個重點呢 還有為什麼你可以 蘋果膠不下丁香 裡面都會變成 pre-膠都會變成膠 因為它是不是都會結膠的 當你一煲它的時候 但是為什麼我們要 加丁香下去裡面呢 就是加丁香的過程裡面 它會混合了變成 蘋果膠的丁香混合品種 所以如果你不加 就沒有這個功效 你加在30分鐘那段時間 為什麼一早加定了呢 有些人不記得加 因為以前在香港講起了之後 人們不記得加 之後最後加 最後加之後 他說是不是一樣的 那你當然不一樣 你分開喝都不一樣 你一定要是經過那個火候 然後之後那段時間 它撞來撞去那段時間 就會做了這個叫蘋果膠 丁香混合種 那為什麼有這個歷史呢 就是因為在德國裡面 他們試過做過這些叫做菊花 菊花和蘋果膠混合種 它就出了一種藥出來 那這個藥呢 就是可以醫治土舍那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知道原來蘋果膠 可以結合的很多不同的東西 其中一樣很重要的 就是這個丁香 因為它可以幫助你 減膽固醇更加好 以及會舒緩神經線 所以很多時候身體有些神經線 有關聯的東西 可以借用這個蘋果膠加丁香 來借用它的功能 所以就是這樣 那個道理 因為你知道 平時如果只有十分鐘 說一說一說 很快就沒有了 現在你慢慢問我 那現在就可以逐樣回答你 我想問一下 這位聖眾也問到了 他說蘋果膠可不可以加入蜂蜜 一起吃的呢 加點蜜糖這樣 你知道上一集我們有講過蜜糖很敏感的 因為蜜糖就是會製造多了敏感 當你自己有高敏感 即是高峰敏感的時期 一是因為沉悶 毛菌 另外就是因為花粉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如果你敏感的毛菌 你一滴滴滴滴滴滴滴 那一刻你的身體是比較敏感高的 當你敏感高了 你下一步會怎樣呢 就是你吃什麼都會有機會 cross hypersensitivity 多了機會敏感 因為蜜蜂是靠採花來拿到蜜糖 所以當它去不同的地方 它會到處飛去不同的地方 去採蜜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接觸到花 你本身不敏感 但是你想想每年它會做什麼 就會開花 那你變成多了不同的品種的花粉 對你自己個人有敏感 你就會不會辛苦了 所以蘋果膠如果加蜜糖 其實就不太好 因為你不看它 不知道它什麼時候 那什麼時候可以加些什麼 如果你想它甜一點 其實甜一點 有些人試過 拿紅色的蘋果 不是只是青蘋果 來做一些 又是做回那個蘋果膠 然後兩溝 然後hybrid了它 就發覺多了香味 這些是香港出來試的東西 但是呢 另外如果你想加甜 其實蘋果本身很甜 不過就越酸的蘋果 就越是多膠 這個是一個奇怪的東西 所以膠本身呢 是一個健康的東西 當你可以令到它結到膠 如果你令到它結不到膠 是因為你貪心 按它 有很多人就這樣買粉 粉就加回水 就去不回一樣的東西 甚至你粉加回丁香 粉開的蘋果膠 加回丁香 都做不回同一樣東西 它只是那一下裡面做的 所以呢 那個蘋果膠 pre膠 未結膠之前 隔好之後 你可以加定那些丁香 然後慢火煲上去 煲90分鐘 是可以的 是可以這樣的 猛火煲又可以的 就是我想確定 就是這個 是搞得很清楚 因為呢 蘋果膠本身 Apple Pectin 是可以承受熱力的 很重要的 很厲害 甚至它做出來 它還可以承受胃酸 所以呢 很多時候 還有 進去裡面還有用 就是承受完胃酸 在小腸和大腸 它可以變成益生菌的益生元 適合它們吃的 反而那些快餐 那些杯麵 那些是不適合的 那些對益生菌沒有用的 但是呢 你吃了蘋果膠 製造了真正的蘋果膠 還要liquid那種 就是水化的蘋果膠 有機 那你希望不要吃些農藥去 然後它進去那些腸裡面 它對那些益生菌很有用 很有用 那我想問回趙博士 除了自己製造之外 就像我這些無飯主婦 最好在街上也可以賣 最好 那我就知道 粉狀也可以賣 水狀有沒有可以賣 有 都可以賣 有 有很多人喝過 還有不同人都會製造的 我好像說的 我的名字不是耶穌 所以變成耶穌也有四個 跟著他 有四本書走出來 全部都不同的 所以變成 我就想說得很清楚 還要用了這麼多個不同的節目 因為每次都聽到不同的東西 但是因為我們要知道 就是蘋果膠一定要水化的 水性的 水性的 有不同人聽了 他們就可以做 但是你知不知道 上一次我們說的時候 以前有阿龍仔在聽 他就是煮東西的 分分鐘他都做得不奇怪 這是不同人 我現在說了一個方法 就是不同人可以製造 而製造 你記得主力 要是有很多種 有些是硬的技術 有些是一定要做 為什麼我說不可以按 那就是一定要小心 如果做的時候不可以按 按那些蘋果渣 因為按那些蘋果 蘋果本身的渣 譬如你不吃的蘋果 本身有很多蘋果膠就可以了 它就是這樣 它就是蘋果自己的渣 會阻止它 會變成膠 噢 所以你說的天氣很厲害 就是 如果你能夠去渣之後 再煮它那一刻 這些已經不是蘋果汁 你能夠去渣 再煮它 就會變成蘋果膠 嗯 嗯 我又想問了 現在聽眾問到了 剛才提到蜜糖 其實會用木匙羹去製蜜糖 和鐵匙羹去製蜜糖 會不會影響蜜糖質素呢 這個又問得好 這個木匙羹 譬如我講木筷子 你知不知道用木筷子吃東西 可以是很好 可以是非常不好 為什麼不好呢 就是當你去到一間餐廳 它的木筷子是落藥下去的 那麼落藥 落了些什麼呢 就是落些防髮毛的東西 那你吃了進身體裏 很多人就會出了 胃出了事 或者細胞出了事 甚至他們說 有些人出了癌症的問題 就是因為他們落藥 落那些筷子 那不落不行 因為那些筷子 那些木是一些 很容易會發髮的東西 還有它要噴一些殺蟲的東西 在裡面 因為除了你用木筷子 還有其他昆蟲 那些毛羹都會用它的 所以都會想侵蝕它 所以如果是家裡的 你肯定那些木筷子 又沒有落過那些 又沒有落過那些油 又不是有些什麼 木筷子 木筷子 木匙羹是沒有東西的 挺好的 那麼鐵 鐵這個問題 如果那樣東西不是酸的時候 就是蕃茄 那它其實對鐵的東西 就沒有什麼大影響 但是如果它是酸 還要再煲它 那就有問題 那所以蜜糖 你不會煲它 因為蜜糖有那些烤素 那些東西 你當然是普通溫度用它 那所以你用鐵和木的匙羹 就沒有什麼分別的 在這方面 好了 松栗呢 先說這麼多 本來打算講講菇類 要留到下個星期 其實我們吃冬菇 和那些香港腳 那些腳趾那 其實是同一個 kingdom 即是同類 是 好 那下個禮拜 慢慢說 好 拜拜 拜拜 你這次好 你這次慢一點 哇 好噁心啊 噁心嗎 真的嘛 KINGDOM 同一個kingdom 好 我們下星期聊一下香港腳 好 拜拜 拜拜 不是呀 趙公司說 香港腳趾那些碎 其實和你吃冬菇是一樣的 是同一個kingdom 所以呢 kingdom 很重要 你知道是同一個kingdom 所以剛才聽到少少 Cindy臨修善 就說這些 好就行 那其實究竟吃不吃呢 還有為什麼會吃呢 還有念珠菌 都是同一個kingdom 念珠菌 香港腳 mol菌 yeast 和平時吃的 shitake mushroom 都是同一個 冬菇 木耳 都是同一個fungus kingdom 分解是屬於saprofitic 即是說它會吃死的食物 或者死了的動物 另外就是parasitic 就是它一直在活的時候 一直吃著你 第三就是它也可以symbiotic 它們是會同一時又給你少許東西 同一時間又侵蝕你 所以 分解就是有這種定位 這種質素 我下個星期再說 拜拜 拜拜